同學們 上課囉 大家好這是看你老師 今天非常開心可以為你們帶一支新的球鞋介紹影片 那麼今天老師要為你們介紹的這一雙鞋子呢 其實在前陣子是非常火紅的一個收藏喔 那麼在此老師必須要感謝我們當地西雅圖最屌的球鞋店 也就是Recess這一次呢 將這個鞋子拿給老師跟這個同學們做一個分享的影片 那麼今天除了介紹這雙鞋子的所有的這個設計的細節以外呢 老師也順道的跟大家聊一下這個品牌背後的主理人的一些故事喔 好啦今天老師要為你們介紹哪一雙鞋子呢 看老師今天一身紅就知道 我們今天絕對是要來講一雙喜氣洋洋的鞋子 你看啦這個鞋子是不是超大的 而且老師很麻煩喔 不過原則上這個盒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 也非常非常的重 這次老師呢 既這個DADA有沒有 既這一雙全世界只有50雙的那個瘋火輪以外呢 第二次拿到這麼重的鞋盒喔 不過as you can see 整雙鞋盒的這一種有沒有 配色就是紅色的 而且呢 其實從裡到外有非常非常多的細節喔 只要是行家看到這個就知道是哪一個品牌 跟這個Jordan Brand聯名對不對 也就是 JUST ON 來自芝加哥的這個知名設計師 也就是 DONSEE 首先我們先來看一下鞋標的部分 鞋標的部分上面寫著什麼呢 直接寫著 Air Jordan 2 Retro JUST ON 有看到嗎 然後這雙鞋子的這個配色它直接打著 Beach 也就是海邊的這個意思喔 那麼這雙鞋子的鞋盒的包裝真的是非常的精心設計喔 比如說你看有沒有側面這邊就直接給你用一個這樣子的套扣 那除此之外呢 這邊也有一枚 有沒有 那上面一樣用一個燙金的這個JUST ON的字眼 除此之外呢 有沒有這一雙鞋盒的上方有一個金色的WIND LOGO 也就是在這個喬丹一代還有二代都看得到的一個非常經典的設計喔 那麼除此之外呢 來底下呢 就是一個有沒有Nike非常經典的這種貼標 那麼最後呢 就是這個有沒有鞋標這一面 這其實有一個小小的圓環喔 真的非常的重喔 老師這樣啊已經差不多是一個禮拜的這個有沒有舉重的訓練喔 好啦不過原則上老師現在把這個鞋盒打開來給你們看一下 裡面到底是怎麼一回事喔 好啦這個鞋盒打開的時候呢 其實這邊也有一些燙金的字眼 那麼這個字眼寫著什麼呢 一樣有一個JUST ON非常大的這個LOGO 那上面呢他就寫著 BORN AND RAISED ON THE SOUTH SIDE OF CHICAGO DUN SEA 也就是JUST ON的主理人喔 然後他這邊有繼續的介紹DUN SEA的一些歷史 也就是說呢DUN SEA是當年呢 活在芝加哥公牛隊最輝煌的紀錄的時候 看著MJ打球 當然還有就是說當年有沒有 所有這個球鞋文化快速成長的一個過程 然後呢這個文章上面繼續寫的時候說 He launched JUST ON Luxury Hitwear Collection in 2011 Reinventing one of the essential canvas of sport 也就是說呢他在這個2011年的時候呢 發售了這個非常高級高貴的這種有沒有JUST ON的球帽對不對 從此以後呢JUST ON呢 DUN SEA就是the head of culture icon From hip hop all stars to professional athletes 也就是說從這種hip hop老舌的這一種巨星到了這一種有沒有職業運動員的層面 在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JUST ON的這個產品被施著喔 那講到DUN SEA其實喔 這個品牌還有這個帽子有沒有 有一些小小的故事的老師呢 在介紹完這雙球鞋以後呢 再跟你們好好聊一下喔 不原則上as you can see 這個鞋盒打開的時候 就可以看到一組鞋子還有一頂帽子喔 那除此之外這邊也給你一個小小的喔 別針喔 是現在呢就把他們拿出來跟你們好好的介紹一下 好啦首先呢 這一個鞋盒裡面呢 除了鞋子以外呢 來還有一個這一種有沒有防塵袋 也就是說呢你如果想要把這一雙鞋子拿出去的話 有這個防塵袋 收納袋其實也蠻酷的 那這個收納袋呢 我們看一下這材質運用也蠻不錯的 有一種那一種有沒有高級 浴袍的這種感覺 那上面呢直接一樣燙金 一個這一種有沒有 Jordan二代非常經典的WING LOGO 除此之外 隨著鞋盒來的還有一個小小的有沒有 金色的這一種WING的這一種別針 as you can see 這個別針呢 他其實是直接放在鞋盒上面的其中一個角落 那麼我覺得這個小小的細節其實也蠻用心的喔 再來 其實這整個包裝裡面 最有價值的不是鞋子喔 是這一頂帽子好不好 朋友們不要搞錯齁 as you can see Jordan這個品牌最有名的一個創作就是 將有沒有這個 New Era 的帽子 還是說喔 將這個其他 知名的帽子 放上最高規格的這一種喔 皮質 也就是說常常你可以看到這種用蟒蛇的皮質 放在這個帽圓上面啊 還是說其他一些比較有沒有高級的皮質 作為這個帽子的 這一種喔 材料 講到這一頂帽子 你看喔 整頂這一個有沒有帽身 喔 都是用這一種紅色牛皮做出來的 那他側面呢 直接 一樣呢 繡著這個一個MJ的這個字眼 那麼來看一下這個帽子的後身呢 後身其實上面也是一樣有一個這個 Just Done 的電袖 一樣用紅色的 燒氣非常的十足 但是老師最喜歡的就是這裡 有沒有看到喔 這個帽子的這種小皮扣 他是用這種很像Louis Vuitton的這種皮質 有沒有 皮帶 除此以外 你看這個有沒有 帽圓的 那邊呢 他也是用的這種有沒有 一個紅色的WING的LOGO標籤 最後當然這邊還是要一個 Just Done 的這種小LOGO 那這一頂帽子 其實這個皮質摸起來真的是 非常的軟U 老師個人覺得如果剛好有我的尺寸 對不對 而且這個價錢合理 其實可以處理一雙一組喔 好那現在我們就來介紹一下鞋子 其實鞋子摸起來 哇 非常非常的有質感 而且呢 這真的是 完完全全的對應 Just Done 的這種有沒有設計 還有材質運用的這種理念喔 不顏著3 You can see 這是一雙 喬丹二代 那麼在鞋子的側面呢 一樣給你一個 這個有沒有WING LOGO加上 Just Done 的這種烙印紋喔 來你看一下有沒有鞋身上面是用這種 菱格紋的設計 那麼這種皮質就很像這種小牛皮的這種觸感 這個摸起來還滿軟U高等的喔 那鞋帶的部分呢 其實他是用這種 這種上蠟式鞋帶 那沿著這個鞋舌呢 你也可以看到這邊有一個用著這種有沒有米白色的 WING JORDAN LOGO 那麼除了這零格型的小牛皮以外呢 You can see 側面這邊也給你這一種 哇賽刷過去會變顏色的這一種 雞皮材質有沒有 真的好酷喔 那鞋跟的部分呢 一樣經典的二代設計 加上一個 這一種有沒有 金色的Nike印字 從鞋身到中底 還有鞋底 全部都是米白色的 但是你看喔 這邊這個Nike LOGO 它是塗成紅色的 也對應到這一頂帽子的配色 非常非常的酷 那講到鞋帶 這邊有一個非常酷的細節 你看喔 這個有沒有lacetap 也是給你金色 而且這個好像是可以 可以轉開的 轉開看一下 到底有什麼樣的格式 原則上呢 將這個lacetap打開的時候 沒什麼東西 就是一個 很像螺絲的這一種結構 但是老師覺得這應該是可以把它拿起來 對調換一下 要不然怎麼會有這樣子的設計 對不對 好啦 那麼這個鞋子的鞋舌內身呢 它也有一個這一種 紅色加金色的 這一種 23的 經典二代的一個小標籤 那麼這一雙鞋子的 這一種裡面的內身鞋墊也是 非常非常的精彩 來我們來看一下 哇你看連這個有沒有鞋墊也是給你這種 林格文的設計 真的是 非常非常的高貴喔 那麼講到這個justone 跟jordanbrand的合作呢 其實 第一雙最厲害的他們的聯名 是那個藍色的 有沒有 也就是justone 跟這個jordanbrand 第一次發售的那一雙 藍色的justone 二代 那一雙鞋之所以會被炒得那麼高 其實是因為 它是numbered 也就是說 它是限量上市的喔 那麼這一次beach版的這個 有沒有justone的組合包呢 就沒有這個有沒有限量的數字 整體來說 這雙鞋子看起來真的是 非常的高貴 而且呢好像越看越順眼喔 好啦現在鞋子講完 我們就來聊一下這個dancey 這位人兄對不對 其實講到dancey呢 一些非常有趣的故事就是說 過去他發明了這個有沒有 把這一種高級材質放在一般的這種球帽上面的概念 是來自想要翻玩 想要把這個帽子的這種質感跟價值提高 但是有趣的事是這個有沒有justone過去做這個帽子都賣得非常的貴 但是負擔得起呢 可以跟他買得起這些帽子的人呢 其實都是一些獨島對不對 就是說 在賣毒的齁 那這其實是有經過證實的好不好 不是說老師自己在那邊無中生有隨便亂編喔 其實justone過去設計的這些高級帽子呢 真的很多都是這種靠這個獨島 去把他旁邊變紅的齁 但是dancey為什麼會有今天的這個成就 還有他的名氣呢 其實講到過去呢 dancey必須要感謝的一個人 當然就是世界知名潮流一哥凱岩 West對不對 同學們如果有在關注這個凱岩 West過去在college dropout 這一張專輯所有的宣傳期間所著用的一些這種有沒有 流行商品 還有這個飾品 其實都是透過dancey去一手幫他設計出來的 dancey過去是擔任這個凱岩 West身邊的流行著裝的顧問 而且呢 當年呢 他也是幫這個凱岩 West 也就是說在造型上的打扮 就是擔任他的造型師 那也因為這樣子 如果同學們記得在有沒有這個 2010年 還有這個2013年左右的時候 其實dancey的這個帽子常常會被這個凱岩 West 還有像這個JZ 他們那一個大本營的所有的一些知名老舌歌手所著用 也就是因為這樣子呢 dancey才有今天這麼大的名氣對不對 那講到這個dancey 你們是不是一直覺得 老是講到dancey還有凱岩 West 一直想到好像有一雙鞋子也是 類似這種什麼dance這個名字去取名出來的 沒錯也就是呢 當年這個有沒有凱岩 West Louise Vuitton也幫這個凱岩 West 直接設計了幾雙鞋子 那麼其中有一雙鞋子呢 就叫做Louise Vuitton Don 那那個名稱呢 其實就來自這個dancey的這個名字 不過回過來如果你問說 老是那個什麼有沒有流行界這麼多有名的設計師 為什麼凱岩 West 特地要找這個dancey來幫他做造型呢 當然這是有原因的 因為呢凱岩 West還有這個dancey 其實兩個人都是來自芝加哥這個城市 所以當然嘛兄弟互相提拔一下 同鄉人互相的力挺對不對 所以講到最後其實我個人覺得啦 如果當年沒有這個dancey沒有幫這個有沒有凱岩 West 做這個造型 或者是擔任他的這個造型師的話 你們覺得這個品牌會有今天這個成就嗎 或許我的推論是錯的 但是我覺得 就是跟凱岩 West的功能還是有一點關係 那麼老師呢在此突然想到一個很有趣的事情對不對 你看這個Nike之前跟這個有沒有凱岩 West不合 對不對 Nike最厲害的絕招就是 直接找這個有沒有凱岩 West 周邊的這種知名人士來提拔他們一下 比如說像dancey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 還有近期非常火紅的這個off-white的主理人 Virgil也是這麼一回事喔 因為講到Virgil還有dancey 其實過去都是跟這個凱岩 West是有合作 也曾經擔任過他們這個美編啊 不管是美編也好 或是造型師也好 都跟這個凱岩 West是脫離不了關係的 所以Nike真的很厲害喔 留不住這個王者對不對 就直接抽他旁邊最厲害的這個得意助手 好啦原則上這就是這雙鞋子的介紹 希望你們會喜歡 那麼順便問一下同學們 如果今天這雙鞋子是沒有搭上 Just Done這個名稱的話 你們會買單嗎? 請把你們的這個意見 直接在老師的這一種留言欄下面分享一下 好啦這次看你老師 今天這雙鞋子就講到這邊 希望這個影片呢 對你們會有 對於這個Just Done還有Dancey這位仁修呢 有更多的了解 記得幫老師的影片按讚 分享並留言做補充 這是看你老師 我們下次見 拜拜 I'm an OG 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